无打风啊 大克兄弟们 对面直接变了个偷袭卡 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 花果山这个门派 没有别的特点 就是一点什么 很怕被反证啊 但是这把贝大克 兄弟这把贝大克啊 还是有点影响的 而且我们也上了盘斯 对面上的是女儿家武装 心情不好不坏 是女儿吧 他女儿武装 我们是武装盘斯 我们上武装盘斯 上了他那个阵容 他 他啊 上吧 上的是武装盘斯 这时候我们给他们吃武装盘斯了 女儿武装对武装盘斯还可以 正法大克 我们大克他们 虎大克风 没什么讲究 当然我们要看一下风系的速度啊 我不确定我们的武装 是不是一定比对面武装快 否则的话 我们会变成三四速就比较难受了 你说二四速还是可以的啊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忘了看速度了 只看了一下对面这个变身卡吓了一跳 对面是花果山啊 我们是师徒 我们比对面武装速度快还可以啊 人马的效果是降低3%的物理防御 防御 然后是偷袭 然后是偷袭 附加技能偷袭 这3%我们去做 对面又立着个小旗子 有点酷 至于不至于 我们比对面武装速快 虎阵比方寸四个快 输了不会出去还行 他们目前也是全胜 我们也是全胜 所以能跟我们刷一块 那个小旗子的效果是 临时增加自己忽视防御的能力 但是 然后这个技能是不会被驱散的 可以放这儿 你看一下 暴击率和忽视防御能力 有点有点像穿势吧 就这感觉 而且是可以叠加层数的 就就就这么个效果 因为风头位这个 挣脱护法卡屏啊 偷袭就是 甩了把放下 没去管他女儿村 套了把普朵 但是没有中啊 盘司的速度怎么那么慢啊 比他普朵还慢 好像慢了一点 没事可以控他的花果山 还可以 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 我靠 直接被暴飞了 他对这个 魔王寨队 这个召唤物啊 这暴击倍率是有加成的 直接直接打飞了 你还得接罗汉 我们应该有带法防灵式啊 接个罗汉一下呢 扛魔王的伤害是没什么问题 就开场的时候 罗汉没有 所以比较尴尬 暴力还是暴力 而且对面魔王还没起牛镜呢 为什么要偷袭卡 因为怕反震啊 他花果山伤害太高了 容易出 就是万一被震一下 就震五六千 你这大惊消耗扛不住啊 炮装又水了一下 给他接了把罗汉 他接罗汉 再封 魔王又封重 很稳健 豪哥的这个盘斯啊 原来是女儿村 现在是盘斯 很猛烈 非常猛烈 命中率是相当到位的 没有上了一批 因为我们知道 对面没有这个 女拔木 没有上女拔木 所以呢 我们就不用上了一批了 上波壁垒去亲他们的宝宝 对面是要上了一批的 他得亲我们的蛇啊 之类的 所以呢 我们这波壁垒啊 亲起对面宝宝的速度 可以说非常快 待会开出尸驼来 尸驳几下 对面的宝宝会掉的很多 这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看对面有没有方法 能够限制我们的尸驼出手吧 否则对面到后期的时候 宝宝顶不了药 无法配合他一些 打出一些输出的话 其他反而难受 看一下 选择用大招风武装 他就没有他还没有流怒啊 大招风还缝不中啊 很尴尬 我们武装一套就中 塔掉啊 nice 洛华女儿村 非常稳健 丢个破甲 普多现在把这个 起个塔之后 慢慢丢一些小特技啊 把给他状态补好 当头一棒啊 直接暴击 暴飞了这个胖子 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是一根毛换呢 继续招蛇 魔王选择出了个配速宠 第一条蛇飞的 稍微难受一点 胖子飞了 倒还挺 问题不是特别大吧 他这个头上立了个小旗子 可以临时增加自己的暴击概率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技能效果 很正常 而且他青麦里 也有一个临时提升暴击的 这么一个技能效果 加10%的暴击啊 什么鸟是羽毛拉的 鸟是两个月灵招的 好 没得逗我 胖子是那个 胖子是羽毛招的 对面这个随机 可能是点的女朋友的宝宝吧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把尸陀没有开出来操作 他直接擦立了个塔 差不多 操重 塔 塔没掉 问题不是很大 再封他花果山啊 中断他的一个进攻节奏 再清掉一个宝宝 给我们女巴木刷一层仪式啊 情况还可以 再笑里花果山 不让他弱点 不让他弱点 还有这操作 点女儿村 我的 请你们多贴几下好吗 我希望势头领能多打点面伤 直接连死太亏了 谢谢 请再贴 请再贴 哎 有点亏啊 内面这个面伤没打出来 直接把他女儿村点死了 血亏啊 是吧 我是希望多打点面伤 说实话 那这样他女儿村直接倒了啊 这边卡片偷袭啊 武装啊 套这个宝宝 还是这个 这个不行 这个是高速 套这个宝宝 他武装这把应该是出宠的 他不敢 他应该不敢反套 我们也没管武装 选择套了把法系 再小 不让你弱点 点个大金加波兰啊 稳 稳一下血量 直接离盾了 至于不至于 是大科对面 橙色是破天了 是的 橙色是破天乱棒 然后啊 大家是否还记得啊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一个事 就我刚才一小时之前 我说呀 女拔木在打传统法系的时候 有什么优点 首先我们比他们速度快 第二 我的嗜血之际 一定能够砸出反伤效果 对不对 只要他没什么别的 应该是没有啊 他如果没罗汉 对吧 我砸他一把 能砸多少 六七千总能砸吧 你 不管你死没死 对吧 你群秒过来 你一定会把自己反死 也就是说 女拔木一个人就能把对面 把戏给杀了 就算不是他砸死 他也能把自己反死 你看这 就感觉很赖皮 对不对 这女拔木这样的套路 有点赖皮啊 但是这就是女拔木的机制 所以我觉得传统的一些法师 在面对女拔木的时候 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吧 特别是没有速度 除非你说你啊 你比我女拔木速度快 那还行 这还可以 看这位女神怎么说 惊奇 但是磐斯已经有一个落花城 你准备好了 已经落花城 你准备好了 武装这把 甚至都可以控怒了 可以控怒 控他们的这个 其他单位的一些大特技 保证我们师徒领和女拔木 接输出 女拔木都要照怨铃啊 节奏起来了 这边现在轻舌节奏不好 我们这时候接罗汉啊 他轻起舌来 效率升得非常低 可以说 而且他自己还得接罗汉呢 看看啊 女儿孙这把是只能精轻的 按理来讲 看我们其他人 控什么怒吧 准备 或者武装立塔 金了 先笑了普陀 盘斯被套 那落花丢不出去啊 两条狮直接把对面利皮带走了 非常稳健 大死王扣一下上线 普陀也没有笑 刷了个灵洞 对面普陀是没动吗 对面普陀是没动吗 师徒领着把破血 打了个9572啊 直接又干掉了对面女儿村 那就再喝拔酒 还是怎么样啊 那他总不能这样拉下来 无限喝酒吧 这第九回合 你说下吧 第十回合如果再喝酒 你这对吧 十回合喝两瓶酒了 这是不是差的多了点 这样子就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个问题啊 兄弟们 我们应该怎么问啊 这谁的仕途啊 这谁的仕途啊 这么暴力 两边武装护风一把 很准啊 随行尸所保证尸所变身 稳健 我们啊 也不是说什么都不用注意啊 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啊 兄弟们 一个点要注意 这所有打图不要吃饭 我先看这把群秒伤害怎么样 不错 我们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武装 可能啊 在后面几回合 拿到优势的时候 有可能会突然比对面武装慢 这个 也不会 我记差了 也不会比他慢 防止他拉 防止他拉马骑就行了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看一个速度啊 他的普陀和我们的盘斯 有我们的盘斯 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降对面的速度啊 我们现在普陀是比他 我们现在盘斯 是比他的这个普陀的 呃 速度要慢的 对吧 有可能到后面 他普陀速度会降下来 比我们盘斯还慢的时候 我们会更好打 这也是一个点 因为有盘斯在速度 每回合都在变化 并不是很好判断 对面是花果山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面选了个花果山 我我我我 我确实觉得 尸驼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 话说他们不是买了 木匠哥那个尸驼吗 他们为什么不上尸驼呢 木匠哥的尸驼 应该是第一伤害武器啊 这 天元第一伤害武器吧 试下阵容 这么暴力 拿珍宝哥试阵容啊 兄弟 我 我扶你 资金城 我扶你 这位宝宝又开神啊 大四王再抠 还是没有抠中 水清女拔木啊 换个方向 水所领开飞机了啊 看看这个飞机伤害怎么样 好像 我觉得这面伤还还不错啊 配合这波面伤打的还可以的 一速残血 二速也挺残 这个力匹跟下对面女儿孙又翘了 我靠 这个力匹没跟 诶 这武装谁开的 很尴尬啊 本来跟下他翘了的话啊 回血很困难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搞的话 这开号啊 兄弟啊 你这是要给你吃一波暴力的 诶诶诶 这个还可以啊 嗯 还好涛哥啊 及时挽救了一下 这个不良局面啊 你这武装开号的是兄弟啊 你这个是要 检讨一下的 不得 大灯点一点先 对面继续做点青宝宝 招个胖子啊 我们为了加快一下比赛节奏 招个胖子 打得快一点 我怎么感觉 所有人是不是都点的 女儿村的尸体大的 也没用 盘斯瘴气对被影响 大大型影响到差距多大 反正 就是按瘴气的公式算 具体多少 我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 但是反正就按公式算 又喝酒了 哎呀喝酒就在空怒呗 哥们 而且我们投针铁 你发现没有 我们还真不接罗汉 打魔王都不接罗汉 忘情的效果 应该是30%吧 不是 不是胀气啊 这小八武装 武装是出宝宝了 盘斯直接走金钦啊 防止对面武装来封 这样保证我们几个单位都能出手 因为对面没有这个尸陀岭啊 他也象形不了我们尸陀岭 我们这些基本都能保证出手的 没有别的用 技能用 只能先用这个沙威铁棒 有人身又倒 又是一个九转 三千繁华感觉站不住了呀 哦 还差一点点 怎么说 涛哥 这把怨铃给不给力啊 怎么说 涛哥 你的怨铃 嗯 看你的了 涛哥 指挥一下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有个怨铃是刚招出来的 武装立登了 站不住 有点 普多现在算一动啊 瘴气上去了 这把瘴气丢得非常的及时 且关键 很及时的一把瘴气啊 这个瘴气丢上去啊 可能对面人不死 但是对面的药品消耗 会加大特别的多 瘴气嘛 大家懂的呀 这胖子还差一点点 哎 下回合还能出手 舒服 好了 石头里又可以飞机了 哎 怎么有种让我看到了 当年的石头里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很早期复战 或者很早期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服战的时候 有那种帮战啊 或者是一些比武赛事的时候什么 尸陀魔王啊 这样的奇妙 尸陀岭你就是飞 对吧 你就给我飞 狂飞 现在尸陀岭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了 现在尸陀岭很多都是尸陀亲宝宝 连环机青蛇 现在紫行城给了咱们文革一个机会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飞 对不对 你就给我飞 就尸陀岭叫什么来着 传统当年的一个玩法 飞就对了 对面赵哥先走一步 休息一下 大死亡扣一下 但是没有中 对面又立了个小旗子 对面又神了 问题也不是很大吧 飞牛化过程飞四千九 你仿佛在逗我笑 魔王直接被飞死了 还有这种操作 不是 大哥 你这可能啊就 你这就有点尴尬了 15回合倒三个了 不是 倒四个了 还有一个残血还被套在那 这个小四海 三人装小四海 也快倒了 他武装也快倒了 我以为会很精彩 搞了半天还不如看刚才的那个 前当江打刘希和 可能还是那个好一点 那场比赛有来有回的 我看还挺好 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精彩程度 还不如前面那场 我靠 大失所望 我们武装也立了一个大灯 对面有瘴气啊 也不知道是药性原因 再拉 给武装丢落花啊 防止他开出来下巴有什么操作 对不起 下巴一定没有操作 再取秒 又到了 他拉起魔王来也不敢取秒了 取秒一下 怕是要把自己烦死 手持成功啊 又倒下 起不来 摇铃铛 大哥 还有这种操作 还有这种操作 不是吧 那再飞吧 飞完再出宝宝 也还行 石头岭嘛 就这点好 飞完可以出宝宝 再封魔王 不给你一些操作 稳健 清掉魔王宝宝 还可以 一二三 诶 等一下 这样只有五个单位了 石头岭飞不满啊 涛哥指挥了一下 害得 文哥少飞一个单位啊 手动指挥操作 还可以 暴力 我这时候要说一句话啊 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我当时看前指在指挥的时候 前小鬼啊 当时他解说有一场什么PK啊 前堂将打国子剑 前堂将打国前决赛被大克那场 然后最后反正拖到最后 他用了个前天刚系那场 我当时在看前小鬼直播啊 他当时有一句话说的我印象很深刻 他当时说的什么呢 其实是反映了现在梦幻的差距太大 有有有有团队太强 有团队太弱 这个意思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啊 现在啊十几个回合 如果就能把一个团队把另一个团队干掉 对那个被输的队伍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他说你这也太太那个难以置信了 哎十几个回合就输了的话 你这PK打个毛 他说我就算一位防守 我都不可能吃几个回合 这个是 呃 真的 这前小鬼当时说的 我觉得有点道理 这把阵啊 应该是文老婆开的 老夫掐指一算 真的文老婆开的 哎呀行了我们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比赛好看吧 我靠这么多帮回红包 别这样啊 我这领强不